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中国人为主和香港人为主一般都戴口罩 然后有些老外他们不在或非他们不戴 但也有见过几个老外的也戴口罩的 但是大部分还是以中国人或者华人为主戴不戴口罩 这个电梯修过了所以他没坏 每次经过的时候最高的这一段走得坏 最讨厌的 昨天我那个朋友说上面都贴着这个小老鼠 因为是少年 结果呢因为这个疫情的原因呢 好像感觉并不是很欢喜 并不是很喜庆的感觉 如果没有这个事情的话该挺好 然后呢因为现在对立丁跟那个大陆还有香港的已经进飞了 所以很多很多的飞用呢回不来 因为春节的时候呢他们也都放假 那回不来的话呢有很多家庭就很有飞用 所以呢就很多问题 我现在在那问题很多 然后现在香港从周六开始呢 对于大陆回来的人呢要求14天的严禁的隔离 所以啊现在弄得又很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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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这个店一直在的 他没变 但是我昨天经过的时候呢也看到一些饭店呢跟老常一样 经过几个月或者是一段时间之后呢就换了主人 或者是换了名字 那像我比较熟悉的泰山呢 现在也换了换成西式的 这边有个好朋友之前在那边住了十年 日本人已经回到东京了 在半山竟然一住住三年 也不知道他有多好 为什么这么多老外喜欢住在这边 这段也是稀修的 所以他没坏了 好往最懂的地方的经常化 最讨厌的 他虽然有气温大概最高温度20度左右 但是呢房间里还是有点阴冷的感觉 所以呢还是挺冷的 晚上睡觉的时候 吃饭的话还好 吃饭的话还好 可以看看戴口罩的人 我看有人说到健身房是不是要戴口罩 你在出去健身房戴口罩怎么会念呢 我还在习惯哎怎么走的这段时间还没有换的地方呢 是吧还在维修 不过这段还好因为它比较平 也不是很难走 所以还好 不像最这样的每条短 还是真的非常好 接下来 就上面 cuatro 因为现在还是鼓励在家办公 所以人并不是特别多 再一个也是快到十点了 可能这个时间再也过了 就上班的时间 所以人也不是特别多 但是我现在认识的这几个人 都是在一家办公主 不鼓励去办公室 或者是人多的地方 但我昨天去 从罗湾那时候 人也不少 但相对于平常的香港来讲 那还是说人要少 少很多 昨天我在法国的法航的朋友给我发信息 他说法航可能马上会切断法国巴黎和香港的航段 我一听见他是法航工作人员 所以他的消息应该比较准确 他说可能很快就会切断 那有弄的我有点紧张 因为我是周天的这几 今天是周四 那现在他不会他不会显示取消对吧 就是担心如果最后一刻要取消他怎么办 那有没有就是怎么可能回到这个巴黎还是个问题 所以要看看接下来的更新 好像到中环了 没有人 好人员带着口罩在检查 他们是排队在干什么 是在买口罩吗 可能在排队 公司可能在买口罩 不知道 可能最近这一天 口罩总缺 所以很多人都在排队买口罩 还有她 demon员带着口罩 一群小轮 天心小轮 我最喜欢做的天心小轮 现在偶马偶歇 没有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X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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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